第一个支持点try catch 不复习了行吧 昨天复习天了 第一个支持点try catch 来我看怎么写啊 try catch 什么玩意 学错了 这么来 这个trycatch它很有用 这个trycatch它很有用 可能说目前咱们用的次数比较少 但是以后用的次数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了 在企业开发的时候有些用的比较多 这个trycatch是什么意思 trycatch是啥 catch是捕捉对吧 trycatch它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报错的 比如现在举个小例子 咱先换个不讲了 举个小例子 比如说我写了三行代码 比如说写了三百 三百行代码 这三百行代码有很多东西 不一定是啥的 好 现在已知是否第三行出错了 对吧 已知是不是第三行出错了 对吧 现在是已知 假如说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中间有一百行代码 这一百行代码你写起来是非常不保识的 因为你觉得这一百行代码有可能出错 有可能也不出错 但是呢 无论出不出错 你都不想让这一百行代码出错那一行 影响后期代码的事情 因为但凡一行代码报错 是不是肯定会影响后面代码执行 就不会执行了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哈 因为怎么可能呢 那出错的话 我怎么肯定得知道啊 有些时候就说 有些时候这个错误不是你能把控的 比如说咱现在有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data 这个变量一开始呢 是none 然后后来啊 咱们有一些数据传输 后端会给咱们这个none的变量里面 传递一些数据进来 传递完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拿这个数据来用 但是唯一你不知道的就是 他什么时候传 传的成功还是没成功了 这时候网速通不通畅啊 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直接用这个data的话 有可能就错了 能懂我意思吧 你要直接用的话有可能错了 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数据 你根本就无从得知 能不能用意思吧 很多东西都是你根本无从得知的 你控制不了 因为咱们编程是前后端拼到一起 才算一个真正的程序 一拼到一起 前端的问题可能疏导到后端去报错了 后端的问题可能疏导到前端来报错了 都不一定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说 一块代码确实我是没有把握的 而确实 咱们有的时候也能肯定 这个代码在某种情况下 它一定报错 在某种情况下一定不报错 但必须这么来写 那这个时候怎么来保证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它都能正常运行呢 就得用try catch 这个try catch吧 我先说一下 如果你把代码写到这个try里面 就是说try里面的代码会正常的执行 会正常执行 i行执行都会执行了 和外面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当try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第二行会报错 对吧 报错之后 是不是按正常的逻辑 后面代码都不会走了 而且会停吧 对吧 是不是会停 但是按照try的逻辑 好 报错的代码 你依然报错 但是我不抛出错误 我不抛出错误的意思就是 这块我照样不会执行你这个console.logb 而你这个console.log这个c 也依然执行不出来 但是但是 后续的代码 它还会能执行 你看啊 现在的顺义就是 执行a 然后b出错对吧 然后c不执行 然后呢 它还会依然的执行d 看到啊 刷新 是不是a和d 这是try的逻辑 就是说 你 把这一 把一堆代码放到try里面 它的逻辑就是 当这里面报错 我不抛出错误 就当这里面有错 我不抛出错误 我不终止你后续代码的执行 能懂意思吧 后续代码 你还可以继续执行 这就是try的一个逻辑和用途 就是如果你不敢肯定 这堆代码里面 它有没有错误 你就尽管把它放到try里面去就好了 能懂意思吧 放到try里面去好了 但是try呢 有一个语法是什么 就是在try里面 发生错误 不会执行 错误后的try里面的代码 这是不第一行出错 第一行正常执行 第二行是不是出错 第二行出错的话 它不会执行try里面的后续代码了 懂意思吧 不会执行try里面的后续代码了 而直接会把这个代码忽略吧 然后去执行外面的对吧 按照顺序是先执行上面的再执行下面的 就这点东西啊 懂不懂 没用题吧 这块 然后再说一下 如果 这个如果 如果全对呢 如果没错呢 保存 没错 那就没错呗 没错 正常执行呗 ABC 然后执行完try之后 就执行这个 懂意思吧 那说这个 catch是啥东西啊 开始在用 如果我们在开始里面加点代码的话 你看开始里面 打一个E吧 好吧 保存 现在这种情况 这个E是不被执行的 看到了吧 能看懂吗 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try里面的代码不出错的话 这个开始里面代码是不会被执行了 但是如果try里面的代码出错的话 console.log 如果try里面代码出错的话 这个开始负责的是什么呢 这个开始的部分就负责把他的错误给捕捉到 就是说开始的作用就是把这个错误给捕捉到 错误有一堆错误信息 就是说这个 arrow 有一堆错误信息 系统会把这些错误信息 其实就是 arrow arrow是个对象啊 arrow.message arrow.name 会把这些错误信息 封装到一个对象里面 封装到这个arrow对象里面 然后呢 把arrow对象 传到这个E里面 供咱们去使用 懂得意思吧 如果一旦通了 如果一旦报错了 try就会停止这块的代码 直接跳到catch的代码里面去执行 然后执行 你可以执行你想执行的任何东西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打印这个catch这个e里面的一个信息 这个e就是系统帮咱们传过来一个错误对象 里面包含了两种信息 一个是e.message 一个是e.name 比如说咱们看一下啊 e.message 加上 e.name 保存 这是不是肯定会报错 它的执行顺势是哪 它的执行顺势是什么 先执行这行对吧 先执行14行 然后到15行说报错 然后忽略16行执行 等等是吧 然后直接跳到19行去执行这一句 然后执行完这句之后 会执行try cache外面的代码 等等是吧 然后现在看 是没有这样 e me 保存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先执行a 然后跳到开始面去执行吗 跳到开始面执行的啥 是不是第一个先打印出的错误信息 然后第二个打印出的错误的名称吧 是不是reference arrow 当我把这俩调换一下顺序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眼熟啊 这大家看过吗 我再给你加毛号 看过没 看过吧 这个就是错误信息吧 但平时这个错误信息会不会被抛到控制台上 对吧 他会 平时这个错误信息会什么呀 这个reference arrow 这句话是不是红色的 前面还得加一个uncaught对吧 没有捕捉到对吧 uncaught uncatch的一个过去分词吧 对吧 catch的过去分词 他告诉你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 但是如果说你要把这个东西try catch起来 这个catch就是负责捕捉这个错误的 捕捉错误到程序里面 他就不会抛出到控制台里面 他就不会让程序去中止 这个try catch就是为了容错 并且把你的错误抓到 并且把错误信息给你 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你打印出来也行 给用户显示设备也行 对吧 用户显示设备也行 这块我们可以alert 咱可以alert 就给用户来看保存刷新 是不是报错了 reference arrow bsnotify对吧 这是一个错误信息 但是呢 这个try 听我说 这个try catch 把这个try里面写完代码之后 一旦try里面代码没有错误 他就不会执行catch 因为没有错误可捕捉 一旦有错误 他才会跳到catch里面去 并且允许你操作这个 错误信息 这个catch的格式 就是一个catch中 一个小括号里面写个e 这个e你可以随便写 这是一个参数吧 是行参吗 虽然说的不像函数 但它依然是个行参啊 这个e你可以随便写 写abc什么都行 然后系统会把这个错误对象 传到这个e里面去 然后你可以去用 对吧 这个错误对象 只有两个信息 一个是e.name 一个是e.message 东西吧 好OK 是这样 好问题 再来一个c 会找几个错误 倒闭 它就停了 它就不看c了 用意子吧 倒闭就停了 它就不看c了 这是try开始 但try开始好是啥 它不会让程序 后面的代码中止吧 它只会让try后面的代码中止 对吧 一旦你编程没有信息的时候 你就用try开始 给它try起来就OK了 然后是不是找错误容易 对吧 它不会让你后续程序中止 你是不是找错误容易 能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try开始 其实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我想通过这个try开始 给大家讲讲 这个错误信息到底是啥 以后咱们能更好地 分辨出这种错误 更好地分辨出错误 这个arrow的name 也就是错误的类型 它一共就分六种 这个arrowname 和咱们正常程序里 报错那个arrowname是一样的 我现在啊 我不用这个了 比如说单一个e 这肯定会报错 它告诉你reference arrow吧 e is not fine 对吧 是不是前面会有一个enquot 对吧 enquot 这个东西呢 就是前面这个名字 它就叫错误的名称 后面叫错误的信息 叫错误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错误的名称 错误信息 这个错误的名称 它分几种 一共就六种 第一个是evo arrow 这个evo呢 咱们后期 我给你们留读书作业的时候 你会读到 这个evo是不允许我们用的 今天可能也会讲到 evo是不允许我们用的 但是evo呢 如果你用的话 它要报错的话 它报的就是一个单独的错误信息 叫evo arrow 对吧 叫evo arrow 然后后面的信息呢 咱们这个到时候 你看你读的信息行吗 错误的名称就evo arrow 就是听说吧 讲这一块 就是为了让咱们以后 更好去找出错误 更好去找出错误 因为你要认清一个事实 咱们确实是编程人员 但是编程人员 大量的开发工作 前期大量的开发工作 都是找错 知道吧 都是找错 你四分之一的时间开发 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调试 调试的过程 你基本上就和这个错误信息 去打交道 你改错改的越快 你休息的时间越长 听到意思吧 你捕捉错误的能力越强 evo arrow evo arrow evo arrow不怎么常见 基本上用不着 range arrow range arrow 基本上是一种数值越界的情况 以后咱们偶尔看到了 会给你举例子 这个也很少见 最常见的 你看看这试试里面几个 是不是三和四 三是最常见的吧 四其实也常见 我给你讲一下三和四 先说一下五吧 五是type arrow 类型操作错误 咱们的后期操作 用什么数组操作去对象了 他就告诉你什么 比如说数组方法操作对象 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类型是错误的 以后咱们遇到的时候也在说 这个uri的一个错误 url或者urr的一个错误 就是一个咱们后期引用地址 比如说引用一个什么样的地址 我看一下能不能处 urr 有一个uri和url 是两个东西 反正都是地址 我这么写 我写个link 然后lessin2.csns 保存 刷新 get出错 我看怎么来弄的 以后再说吧 以后遇到再说吧 这得gs里面去打这个东西 就是地址发生错误的话 一般urr是错误 主要是三和四 主要是三和四 三和四 你搞明白之后 基本上一大半的错误 一大大半的错误 你都会明白 这个三的错误是reference arrow 告诉你引用错误 什么意思呢 后面解释是非法和不能识别的引用值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发生这种情况 当一个变量 没经声明 他就使用的话 他告诉你的结果就是 reference arrow吧 是不是reference arrow 你看到吗 当一个变量 没经使命 没经声明就使用的话 结果就是reference arrow 是这样的 那当一个东西 没经声明就 就是就叫用呢 当一个函数 没经声明就叫用呢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他告诉你reference arrow吧 就一系列的东西 没定义就使了 基本上都是reference arrow 能懂得是吧 reference arrow 一旦爆出reference arrow的话 你就看一看 是不是这个东西没定义好 对吧 然后还有啊 说这个time 说这个sintax arrow 这是什么东西 sintax是 是什么 是语法解析 sintax是语法解析 就当我写一个程序 里面写了一个中文的帽号 保存 是不是在程序执行之前 第一步会通篇的扫描 叫余发解 余分析对吧 余分析 文化分析 保存刷新 帮不帮错 虽然说这个函数 我没执行吧 没执行 是不是在第一遍扫描的时候 就发生错误了 因为什么 我写了一个中文的帽号吧 是不是严重不合法 这种低级错误对吧 这种低级错误 它就会被解析成 sintax arrow sintax arrow 而且错误信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错误信息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 他告诉你是 不被希望的 不被希望去这么用的 那种东西是吧 不希望你这么去用 所以这种问题呢 你看完之后 锁定后面的一个代码 错误的一行 他告诉你 License 17.html 冒号18行 18行 你去18行找 他一般的报错信息 都是准确的 但有的时候 也不是很准 那种东西是吧 就是它的行数指定的 有的时候不是很准 你要去推倒 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准 是不是这种情况 就发生这样的错误 对吧 包括我写一个中文了 就是这块我写一个中文 老邓什么的 对吧 保存刷新 这是不是也报错 这块报呗 他把这老邓 当成一个那什么了 他把老邓 当成一个变量了 就来试一下行不行 老邓等于23 123 刷新 还真行 尾代码 现在好使了 原来我们管的叫尾代码 就是定一个变量 就是把所有的变量 函数执行功能 都用汉字来表示 是不是好理解 这种东西叫做尾代码 咱们一般写一个项目 实例的时候 都用尾代码来写 这尾代码现在也行 也挺好了 就是汉字可以当变量式了 对吧 汉字可以当变量式了 以后编程的话 如果都换成汉字编程的话 是不是咱们接受起来 比较简单 其实也未必 说实话也未必 对啊 打字不好打 对吧 再一方面就是 你看汉字看山长了 有可能还真记不住了 还真记不住 你这个word什么的 它简单啊 是不仇眼记住了 你要满平权那种汉字 而且不是人话那种汉字 对吧 我生就是什么 声明一个什么东西 怎么想 挺恶心的 比如说我写一个 写什么呢 老邓 老邓 等于老邓 保存刷新 是不是肯定出现错误 它告诉你 sign type 0吧 告诉你语法写其错误 因为你胡乱写了 对吧 胡乱写了 报错这行呢 是吧 20行 在这了吧 没错吧 OK 尤其咱们在写东西的时候 你要写一个字不串的时候 你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 比如说你写个字不串 等于ABCD了 你觉得这好像复制一个字不串 对吧 其实是不是报错了 这回报的应该什么错误 报的应该什么错误 叫ABCD ABCD is not defined 是不是reference zero 对吧 因为他理解的是把ABCD的值付到string里面去 对吧 把他付到里面去 但是ABCD现在是不是不是变量 对吧 因为没声明了 咱们想理想了 是不是应该这样 对吧 但你要这么写的话 他报的是reference zero 报死你ABCD not defined 到时候你看看这行错误 到底是怎么回事 理解一下就完事了 对吧 这是错误信息 没问题吧 错误信息 不多讲了 就这么多 就是简单的带一嘴吧 简单带一嘴 就不算什么知识点 只是为了讲出来之后 让你更好去调错 来 今天的重点 ES5严格模式 好了 大家注意听 ES5的严格模式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咱上课是不是说了一个ES的一个问题 对吧 咱们GS发展史从ES1.0 接到现在的7.0 对吧 通用的版本是3.0 ES3.0 ES5.0和ES6.0 对吧 6.0还是一个单独的课程 咱就光说这个3.0和5.0 因为这两个的确是特别同用 这个3.0和5.0它有没有区别 觉得 都有区别吧 一个版本的升级和革新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会摒弃一些老的语法 产生一些新的语法 对吧 为什么要摒弃一些老的语法 可能说现在的语法 和原来那个语法产生冲突了 所以要适当的去产生冲突的东西 要适当的摒弃吧 摒弃一些老语法 是不是还诞生了一些 原来老语法里面没有的新语法 对吧 肯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有新东西 是不是也有旧的矛盾 肯定会有的吧 对不对 比如说ES3的方法和ES5的方法 有的方法可能说是重了 但是一样的方法 在ES5里面 它得出的结果 和ES3里面得出的结果 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不一样 对吧 因为一个版本的升级 升级之后 我肯定要改动一些老的方法 产生一些新的方法 对吧 但是ES3到ES5 更新升级的时候 更新升级的时候 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你知道咱们现在浏览器 是基于什么去执行的吗 基于的是ES3.0的方法 听不懂 基于的是ES3.0的方法 那么 然后呢 ES5.0的新增 新增方法 应该这样 基于ES3.0和 加上ES5.0的新增方法 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调用的 所有的方法 调用所有的系统 能用的一些方法和语法 都是ES3.0原有的 和ES3.0没有 ES5.0有的吧 能不能动意思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ES5.0和ES3.0 产生冲突那一部分 咋解决的 按照这句话的解释 ES5.0和ES3.0 产生冲突的部分 咱们咋解释的 用的是谁的 用的是ES3的 咱们说了吗 基于的是ES3.0的 和ES5.0的新增方法 就是原来没有的 现在有的 能动意思吧 它俩产生冲突的 ES3有的 ES5也有的 用的是谁的 ES3的 能动意思吧 今天咱们要讲的东西 就是 它俩产生冲突的部分 要用ES5的方式来解决 怎么去解决 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 ES3.0和ES5.0 和ES5.0 产生冲突的部分 部分 ES5给这样的部分 定义了一个规则 叫ES5.0的严格模式 比如说 现在执行的时候 有一种模式 一旦你启用了 ES5.0的严格模式 那么 ES3.0和ES5.0 产生冲突的部分 就使用ES5.0了 否则使用 使用ES3.0 ES3.0 OK 这么解释没问题吧 是多写上来没问题吧 今天咱们就讲冲突的部分 哪些和ES3冲突了 然后用ES5.0的方式 怎么来解决 或者说ES5.0的方式 这个冲突是被怎么样处理的 行了 主要看几个语法 这个ES5的5.0 启用了之后 才能用ES5的标准方法 怎么来启用呢 有一个东西叫 UseStrict 就是 就是咱们必须 咱们必须得启用一个东西 咱们必须得启用一个东西 叫ES5.0 才能够完全使用的ES5.0的方法 能弄意思吧 才能完全使用ES5.0方法 然后基尼尔去解决ES5.0 3.0那个冲突的问题 这个ES5.0 它要启动的话 必须尊重一个语法规则 叫做严格模式 这么来启用 在 每天咱们开个联合会 炖个肌肉什么的 炖他 太烦人了 行了 来 ES5.0想启动的话 在整个页面的最顶端 写一行代码 叫做UseStrict 这行代码 是字符串形式展现的 写上一行代码之后 这个整个程序 它就遵循了一个ES5.0的一个模式 那东西是吧 遵循ES5.0一个模式 那写完这之后 再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看写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 咱们ES5.0里面 不允许使用Arguments.quality ES5.0里面 不允许使用Arguments.quality 这是和ES3冲突的 ES3说可以使 ES4说我不可以使 那这个东西在方身里面 ES3.0它就可以实现 ES5.0就不行 我要把它放这 console.log 保存 刷新 console.log 什么呀 然后执行 刷新 看 保存 然后刷新 你会发现是我报错了 这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不是类型错误 这个类型错误 这个类型错误就是 我现在是ES5标准模式 ES5严格模式 你不能拿ES3的方法来在我这里执行 那懂我意思吧 然后后面报错 就告诉你 color calli an argument properties may not be accessed onstract model 告诉你不能在这个里面去实现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ES5.0方法的一个启动 叫ES5.0标准 ES5.0严格模式的启动 真烦人 明年几年 这边应该杀了 应该把他杀了充个喜吧 这个东西你写在这个整个页面的最顶端 他就是为了给整个页面来启动ES5.0的严格模式的 启动完5.0的模式之后 ES3.0的部分方法就不能用了 能用是吧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这个argument.calli就不能用了 然后说一下 为什么说把这个东西要写在最顶端呢 首先第一点它是规定 而且是能不能写在这呢 能不能写在这呢 完全不行了哈 听说语法规定就是这样的 要把use strict写在页面的逻辑的最顶端 什么叫逻辑的最顶端 前面可不可以有空格回车 可以有 但是可不可以有其他代码 不行 你要写上有其他代码了 这一句就不能被识别了 能懂得是吧 它就不好使了 这是启动ES5.0的唯一模式 叫在第一行写上一行字符串 use strict ES5.0严格模式 能懂得是吧 这是启动ES5.0严格模式 ES5.0能不能用正好 能用 只不过发生冲突的时候用的是ES3的吧 对吧 这回是启动ES5.0严格模式 use strict 在最顶端去启动它 这样 听说你写到页面的最 写到全局的最顶端 它启动的就是全局的 ES5.0的一个严格模式 如果你把它写到局部的话 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写到局部的函数里面 但是记住 也得写到最顶端的第一行 能懂得是吧 也得写到第一行 你写到这之后 就是这个函数 它遵循的是5.0的严格模式 而另外的区域那就没人管它了 就是在这里面我要consularlog arguments.calli 然后执行这个demo 这个test不执行 刷新 是不是可以执行了 告诉好使的吧 但是你要执行这个test的话 它告诉你 这个依然不行 报错吧 就这两个区域是不是分别遵循了不同的规则 下面这个方式里面 是不是遵循的是ES5.0规则 上面是遵循的是ES3.0的一个规则 对吧 标准规则也是 OK OK 这个咱们今天讲叫ES5的严格模式 Ustrict ES5的严格模式 然后呢 接下来 ES5严格模式 看第一行 ES5的严格模式 就是不再兼容ES3的一些不规则语法 说白了也就是 和ES3产生冲突的一些东西 你用我不能用 你不用我用的一些东西 不对 说错了 和ES3产生冲突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用我也用 但是方式不同 或者说你用我不用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都要冲突 对吧 它对于这些冲突的解决方案是 全面使用ES5的新规则 能懂得意思吧 这是ES5严格模式的一个定义 然后两种用法 第一种用法就是写在全局的最紧端 写一个Ustrict的一个字不创 第二种呢 就是局部函数内的最紧端 能懂得意思吧 然后推荐使用哪种模式 推荐使用局部的 就是当你编程的时候 听说当你编程的时候 在公司开发的时候 可能说公司开发的时候要求 你要使用ES5的严格模式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把它写到顶端 你可以把它写到最顶端 让全局都识别这种模式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是自己想要ES5的严格模式 来保证这个代码执行的更加精准 因为确实ES3的语法比较松散 来保证这个代码执行的更加精准 你就可以把它写到自己的一个局部函数里面 那没有意思吧 因为你要写到全局的话 你是不是会影响其他人的代码 因为其他人最后可能说拼乘全局 对吧 最好最好还是写在一个你局部的里面 局部里面 然后咱先不讲这个语法 先问大家个问题 思考一下 为什么说ES5严格模式的启动方式 要采取这种字符串的启动方式 为什么说不是一个函数呢 比如说Strake的函数光一掉用 这多好啊 为啥说写个字符串呢 是多不标准啊 为啥这么写 想想为啥这么写 好嘞好嘞大家 嗯 一下说对了 因为大家考虑这个问题 你要考虑一个历史轴线的问题 这个ES3和ES5严格模式 包括ES3 ES3包括ES5的严格模式 它是不是一定得在这个浏览器 实现了ES5的标准前提下 才能好使 就是ES5的严格模式 一定得是这个浏览器的内核 这个GS 它升级到了ES5之后 它才好使吧 比如这个浏览器它比较老 1996年出浏览器 对吧 IE1.0 它可能有ES5吗 ES3它都没有 对吧 对不对 那如果在那样的浏览器里面 是要识别你的页面的话 你这页面里面写了一句话 叫Strake的函数运行 它没有这个函数 是不是它肯定报错 那这玩意儿要写到最顶端的话 下面你啥都变上执行了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个页面 如果写上这样的代码的话 它是不是有风险的 因为你的页面 不一定非得放到最新的浏览器执行吗 有可能还放到老浏览器执行的 如果你的老浏览器 还没更新到ES5的版本的话 你是不是用不了 对吧 是不是用不了 那你写字符串就没这个问题了吗 我写字符串 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现在我写了 我写了一个数字就摆在这 它叫啥 它就叫一个数字表达室吧 那表达室也没挨着什么事 对吧 写的是不是写的了 也就是它没意义 对吧 那字符串是不是同理啊 如果你写个字符串 你放到这的话 假如说它这个版本里面 它识别不了这个东西 那它也不会报错吧 是不是至少不会报错 对吧 它是不是这样写的话 有一个向后兼容的作用 什么叫向后兼容 老版本浏览器是不是都能兼容了 老版本浏览器我保证你不出错 新版本浏览器我保证你能识别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它采取了一个用字符串的形式 来表达这个意思 它会识别你第一行字符串 是不是U-Strict的 如果是的话 它就会开启ES5严格模式 然后咱接着讲语法 是不是这块能懂 对吧 咱接着讲语法 这个ES5严格模式 它到底不让用哪些东西 到底禁止了哪些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 ES5严格模式里面 不允许用Waze这个东西 听我说ES5严格模式 不允许用Waze这个东西 或者Waze我不会呀 肯定不会呀 我没讲啊 对吧 因为它没用 所以我当时也没跟你讲 但现在我跟你讲一下 当时讲 讲完你也可能蒙了 这个Waze特别的强大 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现在我给你看 我obj name等于abc ok吧 然后word一个name等于window 这个等于obj吧 word一个name等于window 再然后 function test word一个name等于 等于scrump 局部的域 然后再然后 这里面with 我要console.log name 听我说 这个Waze是干嘛的呢 Waze里面的代码 会按照正常的顺序执行 但是Waze 如果你在它的括号里面 添了一个对象的话 它就了不得了 它会把这个对象 当作Waze Waze要执行的代码体的作用于链的最顶端 我再说一遍 它会把这个对象 当作Waze 所圈定的代码体的作用于链的最顶端 也说它会改变作用于链 比如现在你站到Waze里面 去访问这个name的话 它最顶端看到的是谁 看到的是obj吧 它会把这个obj当成一个 它最顶端的ao 去连在它原来作用端的最顶端 那东西的吧 所以你这样访问的name 应该是谁的name 打印出的应该是 那块写错了 22号 不能写分号对吧 刷新 是不是obj 打印出的obj吧 Waze有一个作用 Waze有一个作用 它可以改变作用于链 听我说 Waze可以改变作用于链 它可以让它里面的代码 的作用于链的最顶端 变成Waze括号里面的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充当了 里面代码的一个最直接的ao 用意思吧 咱们要访问一个东西 是不是得找自己最近的ao 然后再找作用于链上面 连着那个ao 然后再往上找 一直找到go对吧 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obj写到Waze里面的话 它访问这个name 它就直接上obj里面 去找这个name了 它就把obj当成一个ao了 反正ao是不是也是个对象 对吧 它就把这个obj当成 它的第一个域了 如果obj里面没有 它才会找test的形成的ao 然后才会找go吧 懂没有意思 明白吧 没问题吧 多简单的事 那我再找这个age呢 我再找age呢 担在啥 是不是23 age是不是正常找 因为这个obj里面是没有age 那我把obj里面放在age呢 234 担在啥 234吧 对吧 这个obj有啥作用啊 知道吧 什么位置 什么obj 这个位置有啥作用 知道吗 位置能简化代码 一开始我给大家讲的时候 执行机 我给大家讲那个 命名空间的时候 我是不是说了 咱命名空间可以这么来用 比如说department1对吧 dp1 然后dp2 dp1里面可能有一个人 叫dp1里面可能有人叫基层 对吧 叫叫这个 叫这个gc gc呢可能有一个东西 里面有name 有这个abc 有这个age 有这个123 对吧 然后可能说dp1里面还有其他人 其他人 比如说邓 name 小邓 age 234 然后可能dp2里面还有人 对吧 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咱们为了变量 为了防止变量污染 全体变量 为了防止这个变量互相污染 是不是用了一个命名空间 那个问题 后来咱们说命名空间并不太好 因为用来比较麻烦 对吧 真正命名空间的用法 是这么用的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代码的话 你要写定一个代码 比如说我们要写定一个代码 我们就把代码这么来写 with org .dp1 .gc 那我这里面 比如说这个代码体 这个方法体里面写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的代码了 那我的代码能访问到的一个直接的 最直接的执行机上下文是谁 是不是org.dp1.gc 那我在我里面访问什么内幕啊 什么的 是不是直接找的就是我这个里面的内幕了 那没有意思吧 现在打印 看看 又哪报错了 小的啊 小的 感觉好多啊 你们啊 嗯 还报错 32号 来再找 啊 是不是这没加多号 最后可以了吧 这位再看访问内幕是不是abc 不是小邓吧 那如果是老邓写代码了 老邓写个代码块 他想用他的这个这个命名空间里面的东西 怎么办 是不是也是位子 org.dp1.dp 然后在里面写他代码 要访问他的name 是不是就是小邓了 是不是在这里面 我正常用这个变量的时候 直接用这个变量名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找的最直级的执行上下文 就是我刚才放到位子里面的东西吧 能不能是吧 啊 这样能达到一个代码简化的一个目的 这是真正命名空间的一个用法 能不能是吧 啊 真正命名空间的一个用法 就是这么来用的 那比如说 我们document上会有很多的函数 和方法 就是说document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 对吧 document是不是对象 你看啊 document上有很多对象的方法 document 打开 哎呦 呃 我console log document的吧 console.log document的 他也是个对象啊 他也是个对象 这个对象 我这么来吧 document的点 看到了吗 这个对象一点 上面有很多个属性的方法 是不是都是document的属性方法 对吧 以后我们在用这个document的时候 每次你对document的点什么东西 document的点什么东西 所以用起来吧 非常恶心 所以最简化的一个写法是什么呢 我不想每次都document点了 我直接就把document的放到位子里面去 那是不是直接 比如说咱们有个document点write吧 那直接是不是write就可以了 能弄意思吧 直接write可以 为啥不用写点了 因为你直接write的话 他是不是上他对应的执行纱文里面 找这个write函数去 这个对应的执行纱文 是不是还是document啊 document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write 他就像在AO里面拿这个函数一样 是把这个write就拿出来了 对这吧 所以这是waves的一个应用 明白不 懂不懂 你看是不是直接能write出来 就再也不用什么什么点了 对吧 如果你碰到一个非常长的东西 什么什么点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点 对吧 而且还经常用的话 你就直接给它放到waves里面 是不是最好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位子过于强大了 你改啥都有形可圆 你改作用于链了 作用于链那是经过很复杂的一个情况 来生成这个结构吧 对吧 作用于链直接改了之后 系统内核会消耗大量的效率 去更改这个作用于链 是会把程序变得非常慢的 那没有意思吧 他会把程序变得 因为你想 你作用于链 你在原来的作用链上 强加了一层作用于链 你是不是改变这个东西 改变结果改变太深了 如果它的作用链是10层的话 你这一修改 是不是就改了10层 换句话 新加了一层又改了10层 相当于改了11层吧 因为每一个是不是都都都马上穿 对吧 每个都都马上穿吧 一下改了11层吧 所以这样的话 就达到一个效率的一个丧失 这样是不好了 所以后来ES5严格模式说了 说既然我是ES5 既然我这个升级了 我就要把这个效率提到最高 那么以后 位子方法你就不能使了 ES5的严格模式里面说 位子方法是不可以用的 等等对吧 所以现在我要写一个 ES5的严格模式 在这 use strict 然后你位子一个什么东西 把document放里面了 然后里面想write一个啥 不好意思 刷新 它告诉你 strict model could may not include a way statement 对吧 它告诉你 这个 我严格模式 严格的模式吧 是不是严格模式叫 strict model对吧 strict model strict model都行 然后 严格模式的代码 不能包含 一个位子的模块 能读懂吗 它都告诉你 严格模式不能包含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第一点 就是严格模式里面 这个位子 是不能使的 它不支持 对吧 不能使的 不支持 第二个支持点呢 就是arguments callee 和function.color 在严格模式里面 也不能用 这个记住就行了 也不能用 arguments 叫callee 保存 刷新 看啊 是不是用了 用了之后 是不是严格模式 它不行吧 告诉你 color callee and arguments properties 一定得读好 叫color callee and 这俩的连起来读 不是and arguments arguments可以用 能懂得意思吧 arguments properties 它的意思就是 color和callee 以及其他的一些 arguments的属性 能懂得意思吧 它说不能被通过 在严格模式的 function里面 明白没有意思 在这个方式里面 是不能被通过的 所以啊 这是不行了 然后呢 再看 console.log test.color 当然test的 现在没有caller吧 这个来一个caller test的执行 然后来一个demo 保存刷新 是不是也是不行 它还是告诉你caller arguments 什么什么 一堆东西啊 告诉你 不被通过的吧 不被通过的 好了 这是这俩 这俩技术视频完事了 对吧 下面这好像重点 严格模式里面规定 变量复值前 必须声明 原来咱有这规矩吗 原来咱咋说的 一个变量 魅精声明 直接复值叫啥 叫暗示全球变量吧 是不是规于window所有 还有语法叫imply global呢 对吧 但这块都不行了 ES5严格模式说 ES3那套 别来 少来 我这规定 你要么就给我声明 要么你就别用 对吧 所以现在呢 你看一下语法 如果是严格模式的话 咱直接握一个a等于b等于 等于2等于3 看行吗 刷新 他告诉你b is not defined 别给我乱使 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吧 他说你不声明 可别给我乱使 那再来一个a等于3 是不是也不行 他告诉你a is not defined 他说别乱使 咱规规矩矩的 规规矩矩的 所以严格模式 严格模式 咱一会把那几个讲完之后 就发现 为啥他要严格模式呢 他确实把代码的 使用的灵活度 给你缩减了 对吧 但是他却让你的代码 犯错的概率更少了 因为原来越松散 是不是你犯错的概率越大 因为你觉得这么写也行 那么写也行 对吧 这回他把这个东西 给你缩减了 告诉你只能这么用 是不是就不容易爆错了 所以一般公司里面 编程的时候 都推上使用严格模式 因为严格模式 写起来之后 他对你看后面 对什么类似什么的 要求又变严了 就你很难去爆错 因为他把这语法 给你限制住了 就这样语法好使 其他全部好使 原来ES3里面 是这么实验好使 那么实也行 并且还有不同的规则 对吧 他把一些不同的规则 一些编角料的东西 删删剪剪 全给你禁止掉 不让你使 严格模式在开发的过程中 是有利于咱们编程的 但是确实 他禁止了很多 非常强大的功能 然后再有一个 叫局部的this 必须被复制 而且是复什么 就是什么 关于this的 听说关于this了 局部的this 必须被复制 复什么就是什么 原来咱们说 this的语法里面 预编译的过程 this指向谁 是不是window 预编译过程 this指向window吧 咱们再看 this 保存 这是this吧 保存刷信 是谁 undified吧 所以他规定了一个事 叫局部的this 预编译的时候 它是空 你这个this 必须被复制 复什么就是什么 也就是这个this 必须被 你想让这个this 有值的话 要不你就new 你new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 tas了 就变成 tas能生成对象了吧 它的类型 是tas所有的 然后 我说下这个问题吧 知道为什么 它生成对象 在空中台里面 这么显示吧 这个名是啥意思 为什么它生成的是 this的名 它是否反馈一个对象 这个this 是不是一个对象 代表这个够到 好像能生成对象吧 如果把这个this 变大写 保存刷新 它就变这样了 这个this 代表啥意思 也就是这个信息 为啥这么显示 为啥前面不写object 后面写一个括号 它不对象吧 对象为什么写test 大家可能觉得 这是test的 勾到数对象 对吧 对不对 前面这个东西 挺好 你得明白 控制台给你打印出的 信息是什么东西 前面这个东西 是该对象的 constructor 的名 该对象的 constructor 名是不是test 所以它在显示 这个在控制台里面 显示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会把constructor的名 写到这 勾到系的名 写到前面 后面写上对象的 一个标准形式 能动意思吧 就这么来显示的 刚才想说啥 就是你要new的话 里面就是一个新对象 你要不new的话 那就是undefined的 知道我意思吧 比如说这块 你这this必须被复制 或者怎么样 怎么复制 quare吧 quare里面 是不是写个对象进去 它就是这个空对象了 对吧 比如说一变异的时候 在es5的严格模式里面 一变异 this不再指向window了吧 能不能动意思 一变异的时候 this不再指向window了 指向的是什么 没有指向 空 没有 你this必须被复制 复什么就是什么 那现在我复个123 你看行吗 我把this变成123 它变成啥 它就变成123 能没有意思吧 你复啥就是啥 但是这条语法 你要在es3.0里面 你会犯 你会发现 quare是不是也能复制进去 也能改变this指向吧 但你要敢改变个原始值的话 系统是坚决不干的 它会给你包装成包装类吧 看到了吗 这是不是包装类的一个显示形式 看看它俩是不是显示形式一样 对吧 姓说了 你给我改变this指向可以 但你不能给我传原始值 你要给我传原始值的话 我给你包装成对象 能没有意思吧 我给你包装成对象的 但是一旦是严格模式里面 他说那我不管你的事 你传啥就是啥 我才懒得管你 放心 是变这样了 能没有意思吧 这是严格模式 你看过 严格模式里面的一些区别 那时候严格模式里面 在全局的范围里 this指向是谁 猜猜 在全局指向是谁 刷新 是不是还是vino 你全局这个东西 你也没法背负值 是不是指的这个 对吧 没法背负值 好了 这是this的一个改变 然后下一个 拒绝重复属性和参数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原来 在es3.0里面 你写个name 写个name 是不是重复了参数 对吧 test 放个1 你要打印这个name 保存 是不是 保存 刷新 不好使吧 咱这样 我传俩试试好不好使 传俩是不好使的 打印的是谁 2吧 这个重复的属性 什么样的语法规则 咱不需要去了解和记住 你只需要知道 在es3里面 重复的参数 是不是叫参数 重复的参数 它是不报错的 是不是在es3里面 重复的参数 我写出来 它不报错 对吧 虽然说在没 没人这么写吧 有病吗 那不 但是在es5里面 它是报错的 us3 它不让 它根本就不让 保存刷新 它告诉是不错了 对吧 它告诉你这样的语法 是不行的 你重复了 能懂意思吧 重复的参数 在es5里面 是不行的 然后呢 重复的属性名 在es5里面 也是不行的 那么意思吧 你这样写 也是不行的 这不一个属性名 代表俩值了吗 这是不是语法上根本就不同意 对吧 但是有一个小区别 就是 它虽然说是不同意 但你发现它不报错 你发现了吗 它不报错 在es5里面 人家官方给出的解释 这块都是官方给出的语法规定 官方规定了 说es5要拒绝重复的属性和参数 这属性是不是重复了 它本质上是拒绝的 但是它不报错 它不报错 这块就是一个浏览器在实现它语法 和它规定语法之间的一个小的误差了 它实现的时候是没让它报错 但这种东西 你说最后这个name代表几个值 代表几个值 一个就是use不是use strict的都那样 是不是obc.name现在代表的是二三四 后面肯定会覆盖上面的吧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这个在es5的里面是不报错的吧 虽然说它现在不报错 可能未来就报错了 因为它以人家语法明令规定的是 use strict里面不能有重复参数和属性吧 这是它们的一个区别 然后看es5里面能有evo吗 这个evo你们懂吗 evo我说一下吧 evo非常强大 evo能干嘛呢 其实evo能解决咱们不少问题 比如说现在 我这个evo里面能把字符串 当做代码来执行 比如说现在我要console.log 一个a变量 比如说我定一个a变量的123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能在evo里面被执行 能懂意思吧 它会执行这个字符串 把字符串当代码来使 是不是123打出来了 能看到吗 123打出来了吧 这是evo的一个强大的地方 它特别特别厉害 它能把这个字符串当做代码来执行 这个东西在咱们后期 那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但是不幸的是 尽管在 但不幸什么呢 尽管它好使 但是我们 通用的语法规定里面 通用的大家都认可的 es3里面 都不能是evo 大家给个规定 叫evo是 是魔鬼 对吧 你们看那熟了 对吧 evo是魔鬼 对吧 都这么说 因为和那个evo 是一样的吗 翻译是不是一样的 和魔鬼 恶魔那evo 对吧 翻译是一样的 因为啥呢 它能改变作用欲 这个evo改变作用欲的本身 那更强吧 看一下吧 你要试一下吗 global global200 evo global 访问global console.log 有一种特殊情况 能出发的 现在看看 担多少 改变200吧 是不是 改变200 然后现在 我看啊 怎么给它改变一下 一个global 刚才不对 这样来看 200 然后现在在里面 改变这个global 给这个global复制 算了 别说了 别说了 这里面规则特别复杂 里面如果你改变global的话 它改变的是全局的 你要改变global 给global复制的话 就当不同种情况 这个evo能改变的 综合育是不一样的 这个evo还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综合育 这个不说了 不说了 给你钱烧蛋脑细胞 因为你确实没什么用 不说了 你就知道evo这回事就行了 这是es5的严格模式的一系列语法 和它的用法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大家试一下好不好 试一下你启动es5的一个标准模式 然后用一下这个位子 然后用一下这个arguments quality 这个位子 我希望你还是了解的 因为这个位子 有的时候 他面试官会考你一下 你知不知道位子 为什么不用 他会问你一下这个东西 他会问你为什么不用 练一练吧 5分钟休息